快看便利店上的富士山美不美呀 哈喽 鬼亲 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我来看富士山 今天是富士山的行程嘛 你看我后面 哎呀 就是著名的罗森便利店的富士山 就是这个便利店了 你看从这个角度看富士山好像不是特别容易拍到 但是呢 你可以从红绿灯啊 一定要从红绿灯走到对面去 看没看到对面有好多人在拍 从那个角度拍的话可能会好得多 因为以前呢 有网红就是在这里打卡 说在这个便利店拍的富士山特别美特别美 然后从此以后呢 就来了好多人来这里打卡呀 结果呢 就出现了很多事儿 而且还上了新闻 有人就说日本人都是神经病嘛 就是因为这个便利店以前 骂名不见经传呢 就一直开着 但是后来有人打卡的话呢 越来的人就越多了 他们就把这个便利店后面这个名头就给挡起来了 就不让人家拍照 你知道吗 然后人家就觉得 你神经病吧 我们只是来拍个照 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logo给遮起来呢 就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吧 觉得日本人是这么奇怪吗 然后不光是外国人觉得他们这个做法很奇怪 有好多日本人也觉得奇怪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他们又把这个党的地方呢 给拿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今天来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在这打卡呀 拍照呀 哎呀 真是 而且呢 你知道吗 很多便利店为了提供便利嘛 它是有卫生间 有厕所的 所以很多人在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去便利店上个厕所 但是呢 提醒大家就是通常 比如说你买一瓶水呀 或者买点东西 你好点买点东西以后 你再用这个厕所可能是比较好 如果什么都不买 就用厕所的话 那其实对商家的成本的控制来说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这些便利店还是希望人家上厕所的时候 顺便买个水 买个小东西 这可能也算是一个礼貌吧 便利店的厕所已经不能去了 如果想去便利店上厕所的人 那可以从这里往前面走50米 有一个大巴站 在那里可以上厕所 说到在便利店里买东西啊 就是以前又有一个新闻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便利店有一些什么关东煮呀 什么包子呀 炸鸡呀 就是在那个保温箱里头 然后它都是用日语标出来的嘛 那有好多外国游客去了以后 可能就会指着这个东西 在玻璃门后面指着说 coco就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或者this that 就是就大概是这种吧 问题是说的外语 好多日本的店员是听不懂的 然后有一个便利店的老板 就用日语写上就说 你要买东西就买东西 你不要说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他的意思就是感觉挺傲慢的吧 觉得别人没礼貌 但问题是呢 这个新闻爆出来以后呢 就也有好多日本人就开始 责怪这个便利店的老板就说 你是不是神经病呀 你都知道那是外国人了 你用日语写这个那个 难道不是很失礼吗 他们又看不懂 所以你限制的是谁呢 而且呢 有很多人说 那我要买东西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 我说的就是这个呀 那个呀 我不会把这个东西的名字 说出来呀 而且有的名字也挺难读的 很奇怪嘛 然后有的人就指责就说 日本呀 你这个日语本来就不是通用的语言 就算你在联合国 什么中文呀 英文这些是通用语 日语并不是通用语 所以如果游客去了日本 没有得到很好的服务 你只会说日语 不会说外语的话 难道不是你的错吗 所以呢 日本人也要检讨一下 是不是在服务这方面 在外语这方面 要多多下功夫呢 其实呢 在日本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店呀 然后商场呀 包括站台呀 都已经是四语播报了 比如说日语 中文 英文 韩文 最近可能还多了越南语 就是因为从这些国家来的外国人太多了 其实这样的服务呢 对于好多人外国来说 对好多外国人来说是很好的 这也是觉得日本比较有意思的原因之一 但是呢 那个便利店老板写着日语去指责这些事的话呢 就感觉一下子把日本人的脸就丢尽了 所以不光是外国人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很多日本人觉得也奇怪 据说后来呀 那个老板就把这一条规则就给撕下去了 就不再这么说了 因为日本人也是要看眼色形式的嘛 他们也不希望被同胞指责的太多 所以我觉得哎呀 日本人是不是有点既要又要 好奇怪呀 就是像类似这种的事情 在日本经常发生 所以我也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包括这个便利店哈 他现在虽然露出招牌了 是可以拍照的 然后但是他在对面做了好多防护措施 比如说你看正常的一条路 他竟然加了这种防护网 防护杆 然后还有走来走去的巡察员 告诉你拍照的时候 手不能碰到这些东西 一定要在这个栏杆里面的距离才可以 虽然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吧 但是他指挥的态度的确是不怎么好 然后你再看看 有好多这个后面的栏杆也是 可能以前都是一条路 但是呢看起来这是一条私道 私道的话就是私人财产嘛 如果有很多人拍照的话 可能会走到里面呀怎么样 就会影响人家正常人的生活呀 办公呀 所以人家就专门 我看架了一个围栏 还是新的呢 大概也是有这个方面的原因吧 然后有的时候就说日本人很有礼貌呀 但是对于类似这种冒犯的事情 又觉得日本人好奇怪呀 有的时候又觉得日本很双标呀 在对面拍富士山要在两个网线之间拍啊 要不然就把线也拍进去了 你看这是他特意加的一个很高的栏杆 上面还有这种网线 然后还有巡查员 你看像这个老爷爷 你手还不能穿出去 这边是防护网 而且你说日本的服务好吗 我觉得日本的服务越来越不好了 就是可以吐槽的地方会变多了 就包括刚才我们在那个咖啡店经历的那些 你说那老太太是不是太霸道了 我们是外国人 那又怎么了 那你至少说话要有礼貌的 因为日本人的说话敬语是特别多的 就是普通人对于客人说的敬语也是很有讲究的 那是不是敬语我还是听得出来的吧 他说那种话就会让人觉得很失礼 但是类似这样的服务好像在日本也越来越多起来了 可能一个是缺人吧 再有一个经历了一个疫情 好多很好的服务 就明显品质就下降了 感觉像是有一个断层 但是你知道吗 也不是所有的店员或者便利店的老板都是这样的 因为有很多是外国人 然后他不知道他要买的是什么东西 就会指一指 对于那些服务意识比较好的日本人 他可能会从收音台走出来 从客人的角度看 他要什么东西看完了 然后再走进去收款 那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很暖心 对不对 而且有一些外国人多的地方的那个店员 他比如说有些盒饭或者是饭团需不需要加热呀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用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他可能会指指这个东西 在指指这个便利店里头对我微波炉嘛 那指指这个东西要不要加热呀 然后拿个筷子或者勺子 要不要勺子要不要筷子呀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好解决的不是吗 所以呢 那就是很多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只能说有好有坏吧 正好看到了便利店后面这个富士山 就跟大家唠叨唠叨 好吧 这是我今天富士山的最后一站了 就分享这么多 有什么的话可以留言 还有记得帮我点关注 转发 还有点赞呀 那就这样啦 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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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